人生啊 我们经常说 生命短暂 今天你放弃了 你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每天要告诉自己 佛法难闻 人生难得 每天要铭记在心中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一颗沙子一样 灰尘 所以有时候 要记住 毁灭自己的 一定是自己的业障 所以跟着菩萨学佛的人 能够将自己悲伤 改为对自己的微笑 因为我们心中每一点一滴 都流淌着菩萨的佛性 因为我们在一生当中 关键就是在于自己选择了 选择了我们的幸福 忘记了忧伤 所以做人要把挫折 不要太放在心上 有压力没有关系 有危险 那是很正常的 一切随缘 有时候 我们做人 很累 但是我们既然知道 把我们放在人间 就是要让我们在人间这个烦恼灶当中 修出自己能够将生命绽放光芒的佛性 只要珍惜 你一定不会抱怨 只要能够反省 你就等于选择了你正确的方向 其实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个世界上 每天要看到那些美好的来幸福的想象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哭得够多了 而且我们知道 只要生下来我们谁也不能活着回去的 所以不要把时间用来去称恨别人 去孤单自己 去嫉妒别人 去忧郁自己 去让自己做更多后悔的事情 一定要相信 没有一件事情到不了明天 你就是觉得你再伟大 你也记住 这个世界永远不是属于那些心情孤单的人 永远不是属于那些 去后悔 去为了爱 狭隘的 自私的爱 而浪费时间 有时候放下 看破 感恩 感激 关怀你和帮助你度过难关的人 你会拥有更多的力量 因为他们会给你力量 因为你心怀感恩 你心中会有温暖 所以过去是回忆 现在是精进 未来 那才是我们学佛人的目标啊 有时候 很多人不开心 往往是低估了自己拥有的 又高估了别人所拥有的 所以人经常说 一生当中破产了 其实人最大的破产是绝望 我们每个人要拥有自己的资产 用人间的资产来衡量 那是什么呢 人最大的资产 那就是希望 因为我们活在希望当中 很多人永远就是 把过去抱得太紧 所以他没有自己的能力 也不能腾出手来拥抱 明天和现在 所以我们心里的理智 已经让自己过得太失败了 我们有些人天天的 天了很多的忧愁 烦恼 几度春秋啊 没有一天不烦恼 我们放不下烦恼 我们服不正自己的身体 我们永远在 跌跌不休的错误当中 过了一天又一天